念佛感应路 一、四、念佛育病 十三、弥陀释现鸽肝救命 编者、慧敬法师 张川也居士娓娓谈起他在梦中医生鸽肝育病的故事 他说 我过去嗜酒如命 每天要喝二、三瓶的酒 五年前却患了肝病 中西医都医过 毫不献效 缠绵床诊数月 在病入膏肓的时候 心中只有求佛接引生息 击刺到死亡的边缘 坐在床上念佛 念不出来时 就用心默念 真不可思议的奇迹又出现了 那天晚上 似梦非梦 看现一位穿白衣服的医师 右手执一把利刀 左手拿一个肝脏 在我右边胸下用刀割开 就把肝脏用剪刀剪下来 医师面带微笑把那个又臭又烂的肝脏拿给我看 医师又把所带来的新肝脏装入我的腹中就走了 一觉醒来 轻松安稳很多 及时发愿 我若身体健康 一定要报达佛恩 多事供养菩萨 若有余力 还要出钱贴佛今身 自去年来 不知不觉 渐渐复原全欲如常了 您看只念佛感应现文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